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战胜了英国的基德 第三轮淘汰了另外一位瑞典选手 李马迪 在四分第一决赛当中 他战胜了荷兰的卡尔杜 丹麦的卡尔杜 接下来在半决赛 夏萱泽是2比0战胜了皮特盖德 这球有一个假动作 在平球档的时候 夏萱泽是防守反击的那一下非常凶狠 速度突然特别快 天安泽在比赛开始之后 还是坚持自己的打法 攻的比较多 刚才也是起跳之后 突然一拍 才是劈杀 明单在揭发球之后 控制对方反手底线控制的比较多 现在林丹多会发出拳3比4 像中国队的选手平时训练都在一起 所以各自对对方的优点和弱点都非常熟悉 在场上就是球路一般都不会太陌生 现在这一拍是失误了 现在反击杀中路 让林丹的防守比较稳健 林丹又是抓住对方一个回球不到底线的机会 反击 这一球打得比较精彩 两个人攻防转换了几次 林丹现在在防守上是做得不错 他的防守比较稳 老师 给Sainz的机会 Sainz往前还是抢得非常快 他的点都抢得很高 这样他在往前有很多的变化 既可以推对方的两个底线 我们又可以放网 放出比较高的质量 现在比赛接着进行 直线和对角线运用的都比较纯属 他的点也打得比较 对角线运用 走路走路 我来说打的还是比较稳健 这球是夏天泽在场上喊了一声 在球一出去呢 他就感觉到要出底线了 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质量很高 马上去抢网铺 力量大了一点 连续进攻 但是夏天泽这几拍接杀质量都不错 然后自己反击 他上网慢了 可显得不是特别坚决 现在先压住对方头顶 夏天泽杀了一拍 我球杀的位置很刁 林 service over nine eight 林 10 十二 有把握好 你们突击得非常果断 好球 非常快 非常快 在第一局后半段 林丹的速度也开始加快 反手底线之后 夏天泽反手的过渡球办法不是特别多 所以他坚持这种打法 然后也跟进攻击 所有直击 magical 所以户整整吨 没疑惑 但是我们指球的 它招牌 再跳起来 哇可惜 想再发一个短球 这球控制的比较到位 可以看到这个球 刚才这球是夏神泽扑球 扑死了对方 但是被裁判判了一个过往击球 夏神泽这球林单15 夏神泽刚刚的位置球 其实非常被动的回球 这球都没有 都不需要退到太后的位置 然后再强往反手 突出的弱点 所以要打死他很困难 那么在多拍上 他就占了一定优势 其实各方面能力都比较强 所以他就怕杀在了界内 林单的进攻很凄厉 对于自己的头顶球 特别是他在头顶击球比较到位 能够压到对方的底线 尘庄 尘庄 Serve the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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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双方这一段拼得非常凶 3-4 2-1这些比分 发球拳都要交换多次 杉泽这几拍压对方的底线控制的很好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林丹他是非常耐心 每拍都给拉到位 这个又是通过把球打到夏天泽反手底线的时候 好球 7-5 7-5 天泽现在比赛里面也是每一个球都要小心 稍微你的球慢一点偏软一点 都有可能被对方反击再抓住这个机会 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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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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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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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9 好球 从这两局比赛来看夏生泽在往前技术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他挫的往前 勾的往前球 质量都更高 这一段夏生泽也打得比较小心 不像在前面那样失误那么多 球就打得谨慎了一些 还是压对方的头顶 这球不到位 球比球棒 敌人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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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